歡迎收看手機遊戲FreeFile 我是下去,我是尼老師 那我今天穿的這一套是最新出的這個 就是宇宙的這個服裝喔,可以在商店購買 好,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基礎教學 非常非常基礎的教學,不是進階的教學喔 就是基礎教學這個P90 介紹P90的這個 它的用法跟它子彈容量之類的 一次試用給大家看 好,首先呢我選擇降落的這個地方是山頂山腳下的老家 就是我常會跳的這個房子 然後我直接下來這邊的L房聽到腳步聲 好的,敵人在哪裡 好,看到了,它要衝過來了 直接爆通,MP40擊殺 好的,我現在穿的這個就是,呃 太空服的女生版本啦,蠻可愛的 有點像是月兔的感覺,橘色兔子的感覺 超可愛的 然後,比較奇怪的是我現在用的角色是卡洛琳 可是,呃,我從安全帽裡面 帽子裡面看到裡面的角色長得很像 凱莉,對 非常的奇怪啊 好,那今天我看到前面這兩邊 有兩個人打起來一個人打贏了 那這個人沒有發現我,他想要過去撿包喔 我原本是想爆頭,可是二倍進其實 預設中是比較難爆頭的 好,所以我就只好直接用預設把它收掉 因為它是沒有掩體也沒凝膠護盾喔 然後這時候我就已經撿到了P90 好,大家看到長像,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沒有裝擴充彈甲的時候是50發 它裝了三級擴充彈甲的時候是80發 二級我沒有記 那它的配件可以裝背徑跟擴充彈甲 沒有其他的 不能裝握把,不能裝 呃,那個 就是補償器消音器 好,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 凱莉跟P90就是長這樣 對 喔,不是凱莉跟P90阿 就是這個太空服裡面的長相 它的射速其實跟MP40來 比MP40還是略勝一籌阿 但是我覺得P90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的穩定度其實是蠻夠的 我感覺它的穩定度有點像是 感覺在用 感覺啦,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有點像是在用M4AE跟 SERSKA借於之間的穩定度 好,這個敵人把它收掉 SER的感覺就是大概射三到五槍左右 它子彈就會開始飄掉 那 它介於M4AE跟SER之間 所以就 比較靠近M4AE啦 對 我應該怎麼講阿 就是它的穩定度 我覺得SER還是比較高一點 對,但是它的穩定度 卻比SER高一些這樣 對 好,那我們現在繼續走囉 說全說到這個位置 還剩十二個敵人 我一樣拿P90 不過我個人覺得P90 近戰打起來感覺其實還好 我覺得它有點 嘖 有點比較適合打 打帶跑的戰術 就是這邊打個幾下 那邊打個幾下 因為它的傷害其實我覺得還好 對 那它的射速也沒有到很快 我覺得它的射速偏向 UMP 又有點偏向MP5的感覺 總的來講 速度射速的話 還是MP40是王者這樣 那我這邊就看一下山上有沒有人要跑圈 我這次登場呢 就是 只要拿到P90 我就沒有再換過散彈槍了 中間都是拿P90 好,這邊我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目前P90這把槍我這一場 我這一場是第一場拿 好,第一 我今天打的第一場 我今天錄的 今天11月7號下午3點多錄的 我打的第一場 然後我剛好拿到P90 那我就直接試了 那我就打保守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P90近戰的效能如何 後來打了之後感覺其實 嘖 試我的話我還是會比較想拿散彈槍 或者是寧可拿MP40 因為它的射速比較快 那P90我覺得比較適合新手 打得比較穩一點 對 好,那我們這邊就嘗試 讓L房這邊進圈了 目前還是沒有遇到半個人 我猜應該都在右半邊啊 因為那個無人鎮壓機在右半邊 好,目前有八個敵 呃,八個 對,敵人幽靈在看我啊 殺了三個就有八個 呵呵呵 這三個一定也殺很多人啊 我覺得這個 其實如果觀眾們沒有買到卡洛林 或是不喜歡用卡洛林這個角色的技能的話 那你可以買這套服裝在商城 最近有賣 那這套服裝就是一樣有馬尾 只是它的馬尾是兔子耳朵 好,我看到那個 左邊有一個敵人 他好像在掛機吧 欸,他掛得很高興欸 呵呵 他掛得超高興的 欸,右邊在開戰看一下射不射得到 好像射不到 好,算了 欸,左邊 左邊那邊有一隻 啊,沒引人體 可惡 啊 OK,很好 射速比較快一點 差一點就死掉了 只剩半血了 105滴血 來這邊補個血吧 好,推測剩下的敵人應該都在P層裡面了啦 左邊山上可能會有 但是目前沒看到 也沒有人開槍 所以我猜測應該沒有 我們補完血先稍帶一下 欸,看到那邊有人 我用P90打遠距離給大家看 遠距離讓他傷害比較低 畢竟他是衝鋒槍喔 他遠距離傷害6滴6滴6滴的 但是說實在是蠻穩的 大家有沒有剛剛看到 大概有5、6發有中吧 還是4、5發 所以我覺得他算穩啦 等一下我還會再示範一次 就是用P90打那個移動車 移動中的那個吉普車 喔 中距離到遠距離打一次給大家看 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傷害喔 好,我們這邊準備縮圈 所以我準備要直接衝過去 我怕左邊那個 剛剛被我打的敵人會打我啊 所以我先繞邊邊啦 這邊剛好有個石頭可以當掩體 好,目前沒有人要攻擊我 那我就繼續衝喔 好,還是沒有看到人喔 好像蠻安全的 我比較擔心 右前方那個大房子裡面會有人 喔 沒有嗎 好喔 欸,我看到一個敵人啊 欸,等一下 我是看錯嗎? 喔,我看到油桶啊 那是油桶 喔,車子開過來,車子開過來 我用P90射一次給大家看 這算是差不多中距離的位置 8發,13發,15發,9發,16發 喔,有沒有,其實算是穩啦 有點像 我覺得他很貼近UMP啊 感覺,感覺上比較貼近UMP 如果要打中距離遠距離還是 盡量不要好了 對,你可以嘗試拿他來爆頭 而且他子彈算夠多 好,這邊有一個敵人 我就打得比較保守有沒有,各位觀眾 我就先繞 平常的話我是直接進去殺了 好,這邊你會看到其實我有 我有那個跑步按鍵沒按到 所以在這邊跟他卡了一下 還有他的動作比我慢一點 對,反應比我慢一點 對,反應比我慢一點 OK,就解決了 好,接下來只剩最後一個敵人啊 這場7殺了,23個人在看我玩 好,那我這邊就撿一下東西喔 好,那因為其實我這個位置算是蠻優勢的 圈野目前我還在圈內嘛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 我就稍微守一下喔 這邊就花了點時間 雖然說剩最後一個 但是我不想掉以輕心啊 我怕U...那個拿P90我會打輸 畢竟是第一次拿這把槍 第一次實戰 跟第一次拿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發現這邊呢 右邊那個小木屋剛剛好像有閃過人影 我不確定到底有沒有人 只看到好像有人影 欸,好像是喔,好像是喔 剛剛又看到有人 從那個窗戶那邊移動過去 所以我猜應該是在那個位置 但是我又不放心 我怕我看錯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現在 我往那個樓梯再看一次 我很小心啦 這一局我打得比較偏保守啊 沒有完全保守啦 稍微保守一點 我如果完全保守啦 我應該是 我基本上是 看到敵人是不會殺的 就是一直跟蹤這樣 等到前十米我再開始殺 好,目前還是 我還是想說先守樓梯好了 至少先守住樓梯啊 因為我現在這個二樓 還是有在圈內的位置啊 我只要接近陽台就可以了 所以到這邊開始縮圈了 我做了最後的確定 敵人沒有要衝上來 應該是沒有 OK,好 那看一下窗外有沒有敵人 好,我這時候就賭了啦 我就賭定那個 敵人在左邊的那個小木屋啦 所以我就準備要跳下去了 因為我想說 再不跳下去 欸有沒有,看到縮圈 縮不是我這裡 是縮樓下的那個斜坡 我就是賭一波了啦 不管了,直接趕快跑出去啦 不管了 好,目前還沒看到敵人 所以敵人應該真的在左半邊了 這個車庫有沒有 好,看到了有沒有 有沒有,他應該剛剛有看到我 所以他故意躲那邊 那我這邊有五個凝膠護盾啦 我就準備衝出去 他出來了,凝膠護盾架 很好 再架 好,繼續跑 直到跑到圈附近 OK 好,這邊補個血 好,他開始射擊我的那個 就是 欸,為什麼他在 他要在這邊再架一個凝膠護盾 這是我丟的還是他丟的啊 然後這邊又手的蛋了 我怕凝膠護盾爆掉 我直接繞到左邊這個凝膠護盾 好,爆掉了 但是圈已經來 來不及了,我趕快 跑到他的凝膠護盾這邊 OK P90攻擊 YES OK 這場八殺吃雞拿P90啊 我覺得這把槍算是穩啊 算說可能有觀眾會覺得說還蠻飄的 剛剛 射個幾槍就飄了 我大概 算一下五發以上會飄吧 五發到八發左右啊 我覺得五發到八發其實算穩 其實 雖然說沒有MCE那麼穩啊 基本上都不太飄,對啊 好啦,這是南版的這個太空人啊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喜歡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朋友 收錄你們看 那如果更多人看到我 就更多綠區就到最後 繼續做下去喔 那記得按小鈴鐺 會有通知你 我上傳影片我開直播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其實 ,請便